哈嘍,大家好,我是Andrew 歡迎回到我的漫漫產業 今天的目標就是... 就是... 我有切換輸入法了 奇怪 好了,應該可以吧 就是來到這個狩獵小屋 狩獵小屋出去之後 然後... 往後面走嗎 現在白天了 白天的時候 就可以外出了 這邊是鎖起來的 那邊鎖起來,我走這邊 嗯? 怎麼了? 呃... 喔不 呵呵呵呵 強制晚上 呵呵呵呵 不好意思 那光 看一下 嗯...現在是強迫網 要在晚上的時候玩 嗯... 這樣我該怎麼辦呢 非常防風 這邊的東西沒有找過 有點太重 呃... 有點太重 我看看 剛剛那件衣服 剛剛那件外套 滑雪服 防風但格勒不是很好 我把它修修看 1.0 1.0 好像很潮濕欸 哈哈 潮濕的 看一下可以丟掉什麼東西 有點太重了 嗯... 剛剛是狼的叫聲吧 這好像帶太多了 嗯... 再丟掉一點 我...先拿火把看看 好多了 剛剛又兩張的聲音 兩張的聲音 好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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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討厭光 所以是要我一直在這邊走的意思嗎? 沿著燈光走的意思嗎? 測試看看 這邊燈光有點弱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落跑 這邊燈光不加強 趕快走趕快走 這邊有燈光 現在就是沿著燈光走 好像沒有燈光了 這邊有燈光 還有燈光 這邊有燈光 封太大 接下來的話 過了這邊上來 沿著路走 好像到處都是狼嚎聲 這風景不錯耶 亮亮的 這裡還有亮燈 代表 狼群還沒結束 下一個天亮 等一下一個燈亮 等一下一個燈亮 下一個燈亮 接下來呢 這裡 喔不 好多隻 衝啊 衝啊 哇 奇怪了 階梯 花生醬 兔肉耶 煮熟的 火總塞 火總塞 生火木材 在這邊生個火 在這邊生個火看看 剛剛那種 超級奇怪的情況是 竟然 竟然要靠著燈來玩躲貓貓 等一下該不會也是這樣出去吧 加一些下去 然後 需要 需要 把他煮一下 把他煮一下 拿來喝 煮一下來喝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 能者 呃 食物 食物 希望不要吃壞肚子 再稍微尋找一下這個地方 烤箱 喔這裡也是可以 怎麼到處可以生火 怎麼到處可以生火 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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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要炒茶 喔我這樣好像拿太多東西了 拿太多東西了 能丟掉的東西有什麼呢 把咖啡 把咖啡丟掉 然後 不新鮮的 要炒茶先 不用那麼多 不用那麼多 其他的都還好 其他的都還好 其他這邊的東西都還好 在我身上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很重的東西嗎 喔有有有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先把他丟掉 呃 有辦法選擇要用 先用哪個提燈嗎 提燈 提燈在哪裡 提燈 提燈 這個有0.52 0.8 這個先 拿來使用 哇 烈槍 哇 烈槍 哈哈 為什麼在這時候找到烈槍 再尋找一下 再尋找一下 奇怪地下室 這有什麼 什麼東西嗎 有什麼 欸 除了我之前路上 撿到的那些彈藥之外 這裡還會有彈藥嗎 因為 這樣的話 比較多發 應該比較安全吧 這好像 不錯耶 有有有 找到了 這應該都是之前 呃 這個災難還沒發生之前 發生的 呃 遇到的事情吧 他們好像 他們原本就是要對抗那個 外來企業 嘛 他們原本就是要對抗那個 他們原本就是要對抗那個 好 還有什麼東西 什麼電筒耶 壞掉了 壞掉了可以用嗎 為什麼到晚上會有用 可能會發現 自從第一道烈焰爆發 其實 中停擺的一些電動工具 例如手電筒 因夜空的奇異極光而恢復功能 手電筒能在黑暗中找路 再有什麼 呃 這個手電筒 也太神秘了吧 呵呵呵 在那種奇怪的 呵呵 我知道很重 先把它洗掉 需要做個抉擇 噢 身上實在太重了 釣用具 魚鉤 普通鉤子 跟線 然後 這個好 這個都太重了 如果回收的話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回 一點油 一點油耶 廢金屬 嗯 太重了 先放下好了 這樣我信號彈是不是要先 信號槍 這也放下 剪線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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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號彈要丟掉嗎 呃不對 信號槍要丟掉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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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鋅槍工具 啊好重 嗯 嗯...4公斤啊 等一下 水...水有蠻多的 料理一下好了 稍微吃一下東西 然後... 至少... 多準備一兩把 之後... 再看一下 燈...燈在這裡 裝備 好像快天亮了耶 先去樓上看看 目前的任務是到達... 找...回去 要回去找傑瑞米亞 到樓上來看一下 燈三神... 需不需要帶著呢 這個... 繃帶 這個丟掉好了 啊對了 我好像一直忘記... 這一件... 穿著 這一件... 這個丟掉 這個是什麼... 工作靴... 我...現在穿的是什麼 我現在穿的是... 越...越野靴 工作靴... 工作靴... 哪個比較好 金庫但... 並不保暖 好吧 是不是應該在這裡睡一下 是不是應該在這裡睡一下 因為我的... 咦... 我的血量好多 那個血量有點不科學 本來以為... 對齁 我本來就是睡飽... 我本來就是睡飽來的啊 一直覺得... 自己的血量... 不應該那麼多 這樣算不算正常 綿褲 臉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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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這褲子修補起來會... 會比較好嗎 工作褲 喔...說不定是... 說不定是... 同種類的 再修一次 再修一次... OK Yah... 比較好 這個把它拆掉好了 這個把它拆掉好了 對我串的... 跟那個... 好... 把它放下 這樣我就減少一點重量了 我這樣好像一直在... 浪費燈油 我在浪費燈油啊 不錯的蜂衣 沒興趣 好... 呀...子彈 如果說... 晚上要... 防狼的話... 白天就要殺狼囉 因為... 白天沒有那個光了吧 我把這個拆掉看看好了啦 我把這個拆掉看看好了啦 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它有沒有那個... 油在裡面 如果有油... 還...應該會... 好暗喔... 我忘了... 嗯...我把它拆掉看看... 先...呃...先...呃... 確定一下...0.1...0.2... 0.1跟0.2嘛... 那如果把它拆掉的話... 會有油嗎... 0.5...0.4...7... 有耶... 現在... 嗯...我該怎麼做... 才能減輕重量呢 好多針線包 哦... 釣魚線... 釣魚線... 欸...欸... 槍槍... 嗯... 還有... 還有的話...就是... 喝掉汽水...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真的有用嗎? 要把它留在這邊嗎? 嗯... 嗯...還有什麼東西呢? 總覺得外面有狼 那種... 在叫... 哦... 對啦...還有這個東西... 重型手套耶... 修復看看... 嗯... 嗯... 手套... 手套... 哇嗚... 重量超重...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但是...好... 好保暖喔... 但是...好好笑喔... 好... 要把登山神放在這邊嗎? 之後會不會用到呢? 看一下... 又一個囤... 呃...囤基礎了 登山神... 登山神... 我還沒解決重量問題啊... 還沒解決重量的問題... 打火機喔... 打火機喔... 放掉一點好... 掉了... 又沒有打火機... 嗯... 也還好... 它也沒有很重... 現在... 它... 狼會不會在外面等著啊... 我從後門... 出去看看... 獵槍... 名字使用槍枝... 獵槍的狀況影響它的性能可靠度... 好... 善待... 獵槍... 它就能照顧你... 金槍工具... 看一下... 一隻兩隻... 一隻兩隻... 兩隻狼在外面... 兩隻狼在外面... 二隻... 現在狼... 狼好多喔... 阿.... 布料... 跑... 布料... 沒有清槍工具嗎? 好像真的沒有 我把這個放掉好了 然後 把它放掉之後 應該也不用太多才對 皮革 罐頭 火柴 火柴 收木材 這個也放掉 然後 獵槍 沒有辦法清理 裡面好像有4發子彈 登山神 好 先找一張床來睡覺 稍微睡一下 現在疲勞度有點高 加強睡眠效果 好 床 可以睡覺的床在哪裡 可以睡覺的床 記得有一張床 有一張可以睡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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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出發 出發 哇 樓梯在哪 呵 可以的話 我要一路衝回去了 一路往 杰瑞那邊 應該是叫杰瑞吧 有一點霧霧的感覺 有一點霧霧的感覺 在吃小兔子 他們吃兔子 我就趁機 繞跑 跑跑跑 那邊有一隻沒在吃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只能盡量不要被他看到了 只能盡量不要被他看到了 他在那邊 是 這樣下得去嗎 很好 很好 現在 目標很簡單 你 往回走就對了 嗯 如果 如果可以這樣過去 會不會 會不會比較快啊 啊 不對他 山崩的情況 還是 還是不要亂走 好了 不然等一下 又 原路返回 不是很 好像有點 太麻煩 好 哈哈 那隻鹿還活著 鹿都還活著 代表這裡 還沒有狼吧 然後我要走 原來的鹿的話 如果走這邊會 嗯 走這邊這裡好像被擋住了 所以 還是要走 不得不走啊 就算 就算 就算有狼 也沒辦法 那邊有死掉的 代表那邊有狼 咬過他 喔熊 是熊 呵呵呵 呵呵 不是狼 是熊 喔 欸我需要這樣子嗎 那麼刺激 他該不會就是 可是又不像 我本來想說的是 他是那一隻 宿命中的那隻熊 吃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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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专心的看有没有狼 好像没有 应该没有吧 稍微 稍微安全了一点了吧 这游戏狼太多了吧 有时候都会搞不清楚是风的声音还是狼的叫声 一直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 之后还要经过长长的铁道 然后 再沿着山壁走 应该就可以到达了 前面 前面 这个方向没错 有时候他会突然用很悲伤的音乐 疑神疑鬼 我在疑神疑鬼 那只路一直在我前面奔跑 到底没有办法在天黑之前回到那个地方呢 天黑之前 回到 我要回到 那个 结瑞 结瑞 结瑞那边 我饿了 古棒 不新鲜的先吃 趁着他还没有到 整个坏掉的情况 是因为有手套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保暖度 非常的强吗 那只路应该 一直被我追着跑 我把他带回家 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这边山崩 山崩地区 原来是他的跑叫声 山崩有没有办法直接过去啊 测试看看 好像 应该是不行吧 偷看一下这边 这样算是 算是可以过去的地方吗 会不会下去之后就上不来 那就好笑了 那边有点平 好 我超进路 其实蛮高的耶 这边之后会不会再来呢 嗯 不是很确定 不过至少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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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应该算平安吧 而且他今天没有刮风耶 没有下大雪 真是神秘 真是神秘 太不符合我的 运气了 不太难了 不太难了 我们想要吃了 或是不太难 也不不太 不太难了 不太难了 便是达到 不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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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蠻長的一段路 今天就是一直在走路就對了 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過去還是一定要繞路呢 稍微繞一下好了 記得它那個前面鐵軌情況不是很好 我只要不要走到冰層上面應該都是沒什麼問題 正常來說那邊應該是走不過去的吧 因為那個樹 哇這裡好懷念喔 我會回到這裡了 回到這裡了 這邊走上 應該可以走過去了吧 我試試看 喔不對那邊有熊 今天是什麼情況 現在就是 從狼變成熊了 那狼跟熊會打架嗎 喔那隻熊 到底有幾隻熊 這跟我們當初說好的不一樣 這邊應該都是我走過的地方吧 在那一天 颇風下雪的日子 這段走路應該就可以花了大概 預計應該有幾分鐘了吧 還是會到十幾分鐘呢 依照我的觀察這邊會有一隻狼 想睡了 喝罐可樂 雪碧可樂 還是 呃 撿春飲料好了 現在 要走上次的那個路嗎 還是 文渣文打的走 沿著路走 現在有點風 是 他一直往那邊跑 那邊是我之後要去的地方啊 真是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滾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滾 痾 為什麼會爬上來 好吧 那我就 給他 走過來了 你故意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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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要的重量對不對 才會一直在那裡 來來回回的跑 自從掉過一次 所以現在就有點 不太敢走那個 冰塊了 總覺得冰塊有點 哎呀沒有路 這邊沒有路 怎麼走比較好 要怎麼走比較好 這邊不知道是硬的還是 哦 試試試看 如果有警告的話 就趕快跑 還有一大段路 不 這懶懶的感覺就不是很安全啊 不 現在要怎麼走 該怎麼走呢 走向那裡 然後看能不能通往 比較堅硬的地方吧 然後 過去 1 2 3 4 5 然後呢 然後怎麼走比較好 走這邊 然後 再走這邊 那邊有一匹狼 總覺得他有看到我 好 好 接下來又回到我們的正軌上了 倒著走看看 那邊有 一匹狼 前面也有 正在吃著 肉的狼 好 這隻應該 之前有躲避過的那一隻 好 那邊的車廂是我睡過的車廂 他到底會不會 他到底會不會 讓我過呢 算了 你吃你的 不用管我 不用那麼客氣 你不用招待我 你吃你的就好 目前應該可以在天黑之前抵達 很漫長的一條路 天色漸漸按 按下來了 你的 噢 我要學手套 好像是不錯的手套耶 趁機看一下 冰凍狀態 等它融化的時候再看好了 現在它的狀態 看不出什麼 37.8重量 好險我把這個槍留著 救命稻草 現在的話應該就是 如果天黑有極光就要用燈光 那個手電筒 應該可以拿來使用 疲勞度一直在下降 那個訊號彈還在亮著 這個部分 那個訊號彈是 那些訊號彈是 天黑有明天 那些訊號彈是 快到了快到了 如果去掉這條路基本上時間會減少很多 從那邊回到這裡大概花了十幾分鐘吧 有點長 終於來到這邊了 在天黑之前回到了這個地區 花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如果那個狼狼出現的時候好像都會先叫一聲 忘然後才出現吧 至少它不是那種突然就從你身上撲過來 連那個聲音都沒有的那種 那個就比較可怕了 哇 真好 完全平安的一路上 除了幾隻狼而已 這是我遇過最平安的路了吧 之前之前有嗎 之前的情況 覺得之前應該還好 之前 那種極限生存的情況應該只是偶爾會出現 通常都是我做了傻事之後才會開始 喔 通常那種極限生存的情況 我希望 稍微比較刺激一點 因為我不得不 突然就會有一種衝勁 就是如果你不做就會死掉的那種情況 其實它家住這邊 好像有點 屋屁 就只有它自己人住這邊 右鍵點了一下 那個煙不見了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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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生活嗎 它這次沒有生活嗎 那邊有兔子 我回來了 終於回到這裡了 可以坐起來了 你看起來也很糟啊 謝謝 謝謝 我愛你做的事情 哈 我現在看到你一個外面設計師 你修改了我的武器 對 我也找到自己的 剛剛翻譯有點粗 應該只是找到自己的 獵槍 嗯 我現在 我真的需要走 我現在 在那裡 和這個生命 在某種 爛下 一架子會把你解釋 你出了 但活力 是關於什麼 你知道 現在 你不懂 噢 糟糕 你推薦什麼? 錄影書嗎? 傻瓜 不 我推薦的是 德馬亞的生命學校 學生的一名 我們看看能不能留你長久了 什麼東西 求生學校 現在我真的沒時間搞這個 聽著你沒有選擇 小子 哇 兩個在對嗆嗎? 嗜血的熊 繼續說 你要教我什麼呢? 要做一件事 殺人之熊 那還用出 還有什麼? 聊一些生存技能 研究什麼? 呃 狩獵 盯上目標鏡可能靠近射擊不可不中 這算 這算廢話嗎? 這一頭把肉帶來這裡 打中一隻蛋他沒死 你得跟蹤到他的島下 從雪地找血跡跟著去就對了 他最終會找 倒地 等一下喔 衣物 需要懂什麼 天然避風雨處 濕的方面 降雪 落於水中 防水 防水 腳 盡量防水 用火烤肝 這些人 基本上都知道了 我還要修 修理大衣 現在應該先 等一下喔 真是的 我先 對我想要 問一下這個 就是那個光 給東西充電 沒有電 不光的是 怕極光 是燈 過分 臨終於者 樂隊異教 生態運動人士 幫速丁莊 所以他們算是 應該算 友善的人吧 我的另外一頭 有槍擊聲 該不會是他們 好吧 狼群 附近有很多狼 他們 他們怕火 石頭 石頭可以 嚇跑他們 好吧 想活就得打 霍布斯 勝過達爾文 什麼 不懂 出路 那就是 那就是 尖冷模仿 嘴巴內部 好吧 電話 電話 這方面你知道什麼嗎 怎麼說 電話線不相依賴電力 好吧 我最好出發 電話線路 好 我最好 我最好出發 那我現在要做的任務是 呃 好 要開始接任務了 要先從什麼開始呢 觀察台 來 等一下喔 我可以直接很多個嗎 看一下 欸欸欸欸 點太快了 我點太快了 真 這麼 好 我 這樣 還可以 繼續 接下一個嗎 不行 然後 決定把一些東西留在這邊 像是登山神啊 然後 還有什麼 暫時先留著 然後 還有什麼 那 拿 給我的衣服有那麼重嗎 0.5 0.1 我把潮濕 左力 放下 喔 5公斤 他的東西也太重了吧 你故意的嗎? 你故意的 先喝個水 然後吃個能量棒 吃個能量棒 鹹餅乾好了 還不夠 沙丁魚 穀物棒 能量棒 應該先吃什麼啊? 沙丁魚 現在真的是太累了 他要我去哪裡 求生學校 又有一段距離 這個就是我之前去過的地方嗎? 然後他叫我去那裡 黑熊皮 要在那裡 我不能直接在 幫他維修嗎? 要黑熊皮 黑熊皮 這個造型還蠻好笑的 黑熊皮 為什麼要留熊頭在那邊? 好詭異喔 這造型 屁股 熊屁股 熊的尾巴長這樣嗎? 我以為是短短的耶 好啦 先不管他 好 決定了 今天 現在時間 時間 有點 有點 有點長了 那 我今天 就先玩到這邊好了 剩下的我們 等下回再繼續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